本地一起社区病例所在的工作场所 因为违反多项安全管理措施 被人力部下令关闭 当局表示 自这个月初开始 已经对近900个工作场所展开机查行动 当中大约10家企业因为违力而被罚款 人力部在Facebook贴文说 他们这个星期对近期一起社区病例 所在的工作场所展开机查后发现 这家送货公司违反多项安全管理措施 包括没有在会议室内保持安全距离 里头的椅子也少过一米距离 公司也没有定期进行体温检查 或实行Safe Entry登记 此外公司也没有安全管理措施的监督计划 以及检查清单等所需记录 随着更多人从这个月5号起重返工作场所 人力部表示将加强执法行动 确保雇主遵守条例